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造成什么样就造成什么样 把它用到生活当中有一定的难度 万发微信造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际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那这个是不是跟微信主义的观点 一致呢当然不是 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地方 稍微有一点点小 但不是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会灯问道》节目 在这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了 慈成罗珠看部 为我们答疑解惑 让我们这些徘徊在佛门之外 和刚入佛门的朋友 能够顺利地走出最初的迷茫 让我们一起欢迎 慈成罗珠看部 欢迎您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 大家在生活当中 关于佛法的疑问 以及一些困扰和疑惑 看看我们的朋友 哪位有问题 这位 这边 看部你好 我想问您一下 既然万法违心造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 想造成什么样 就造成什么样 这本体很诙谐 对不对 看部 是 是 是 这个肯定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 佛教里面就是口口声声 就说万法违心造 尤其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 无论是他的经或者轮 里面都这么讲 但是这个就是说万法违心造的话 那这句话就是很容易 就让我们产生一种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种疑问 既然是万法违心造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种房子 变成另外一种样式 或者是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种桌子 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 但是实际上应该首先我们把万法违心造 这个要了解一下 万法违心造的意思简单的说 最最最简单最浅的意思 比如说你很开心心情好 这样子的时候 你周围的一切 你就是生活当中的一切 都会给你带来好的情绪 比如说你心里很愉悦 所以旁边的人 你也就看得到每一个人都对你小 然后没有一个人 是让你很郁闷的 很不愉快的这样子 还有一个比如说 你自己心情愉快的时候 哪怕是你的环境和生活的状态 再糟糕 那你就不觉得糟糕 你就觉得很好 已经很满足了 这样子 如果你自己的内心的状态不好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你就住在最好的环境 最好的地方 那么这个环境和这个条件 无知生活就不能让你感到很满意 很幸福 然后我们自己的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脸 就发现他们都不高兴 尤其是比如说像抑郁症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很多人觉得 他们都是对我不好 对我怎么怎么样 他的态度是 是说我是侮辱我是等等等等 其实都不是 是因为是自己的内心不对 所以就是外面的东西都看成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理解 这个是最简单的理解 这个虽然是最简单的 这个万法卫心早的理解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 离我们的生活是最紧的 我们能够永得上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 尽量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尽量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有些时候 我们觉得太调剔 对物质的东西特别的调剔 然后总是找不到满足感 这所有的物质都不能给我们带来满足 这样子的时候 特别心理非常烦凿 这样子的时候 就不要再往外面去寻找答案 或者是调整 就要从必须要知道 这个时候最严重的问题不在外面 就在里面 现在就是要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手段 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这样子以后调整了以后 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解决 比如说抑郁症的时候 我们有些抑郁症的患者 他就觉得 比如说有人对你笑一下 有人对你打个招呼 他有些时候都觉得 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 但根本就不是 人家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意思 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心出了问题 所以就把别人笑 别人的打招呼 就理解成这样子 实际上是不是 但是这个让他特别的难受 甚至是一直都出不来 两天三天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很痛苦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 这个根本就不是 别人对你的一个不好的这种意思 他就是打个招呼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但他的理解就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把自己的内心当中调整了以后 然后就理解人家就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人家马上就放松了 马上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理解 也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最实用的一个理解的方法 这是这个叫玩法卫星灶 这个玩法卫星灶 就像刚才文的一样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 我想比如说环境 喜欢这个环境 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幸福快乐 这样子的话 那么就是我调整我自己的心态 然后这个环境 就能给我带来幸福感 然后平时比如说父母也好 朋友也好 同时相处的时候 平时都是就是经常都就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没有必要不对的 没有道理的 但是就是控制不了 经常都是这样子 这个事情就一个很小的事情 让大家都很不开心 这个时候也不要到外面去要求别人 不要去想改变别人的行为 就是往里我自己的心态 我也改一改 他也改一改 这样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这个事情比如说 因为是万法为寻造 所以我们想改变就改变 这很容易的事情了 这个是比较适用 然后也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你就希望这个环境能让你感到幸福 那这样子你就稍微改变一下 你就满足感就出来了 然后有了满足感 立即就你就会有这种幸福感快乐 都会有的 如果这个不调整的话 再好的环境 再有美的环境 我这个心态去看的话 那么这个再怎么样 再好的环境 它都是在我眼里都是灰色的 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这种幸福快乐的这种感受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改变这个状态的话 那心里改一下 改变一下 那这样子以后 这立即就感到 这个外面 就是实乎是完全是变了一个环境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做到的一个事情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理解的方法 万法维心造 另外一个跟圣层次的理解 这个就比较难 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去改变 或者是把它用到生活当中有一定的难度 它是讲什么呢 佛教就讲万法维心造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那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维心主义的观点 一致呢 当然不是 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小 但不是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呢 是我的思觉 创造出来的 然后我听到的呢 也是我的听觉 它创造出来的 等等等等 这样子以后呢 就是我活在一个我自己创造的一个世界里面 就是活在一个这样子的世界里面 那么有一天我从这个世界里面走出来了 我再也不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那我就把这一切打破了 打破了以后呢 我就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呢 我就再也不去创造这个世界 那我就解脱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我们要用到这个生活当中的话 那确实有点难 因为我们的实际 现实生活跟这个理论的这个差距 有点打 所以我们一下子把这个观点 要用到生活当中 有点难 勇是可以勇 但是前提的条件 我们需要有一点点这个觉悟 有一点这个觉悟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人生当中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容易解决的 在遇到了再大的问题 通过这个方法去面对 然后呢非常容易的解决 但是没有这个觉悟 我们的这个觉悟还打不到这个层面的话 那就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太好用 这样子 那这个它虽然是万发卫星早 但是这个世界已经它已经定心了 定心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去改 是改不了的 这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我的执着 就把它编成了这样子 现在改是有点难 比如说某一个电脑的这个程序 这个它不是电脑自己做的 是人做的 是人做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人做出来 但是呢 人做完了 把这个程序这样子变完了 以后呢 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改 它是按照它的这个程序去工作的 这个我现在像它怎么样 这不可能的 除非我到后台去 把这个程序改了 它就会改变 否则的话 虽然这个程序是我变的 但是呢 我现在它要这么这么工作 这个不可能我过去怎么变 它现在就会这么工作的 变不了的 这个不是我随心所欲 除非是就是到这个电脑后台去 把这程序改了 这就改变 改变它的这个工作的方式 同样的我们要改变 要改变的话 那这个程序在哪里呢 这个程序的后台是什么呢 后台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 这个阿赖耶识是我们的这个精神 我们的人的精神意识当中的 最最最基本的这个层面 这个层面叫做阿赖耶识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电脑的这个后台 就是阿赖耶识 所有的程序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好的不好的这些东西 心心思思的这个世界 我们经历的所有所有的东西的这个程序 就在这个里面 就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 如果你想改 可以改 但不是随心所有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 不是这样 就要到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去改变 改变了以后 这个程序改变了以后 然后从此以后 他的这个工作的方式 你怎么样改 他就怎么工作 就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想改的话 那就是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改 那阿赖耶识我们怎么样 进入到这个阿赖耶识当中 然后进入了以后 怎么样去改 这些都需要有比较高的 这个佛学的这个知识 以及这个具体的这个操作的方法 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 这个叫做修法 修心的方法 有这些方法就可以改变 如果是不从这个地方下手的话 那我们是从表面上 我想把它变成怎么怎么样 这个不可能的 就像电脑的这个程序一样 程序你扁的时候 怎么扁 他就怎么工作 然后他的这些这个工作的方式 后来我像我坐在电脑的这个屏幕前面 我想怎么样工作 就怎么样 他不会这样子 同样的这个世界就是 虽然确实是万法式微星走 这一点是确实这个高科技 在这个方面就是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帮助了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实觉 所看到的一切 我们认为是客观存在 客观存在 我看到的是 是这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物质 我们是怎么认为 到现在都怎么认为 但不是 但不是 我比如说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物质是什么 这可以包含在两个 一个是这个物质的这个形状 三维空间的这个形状 另外一个就是物质的这个颜色 除了这两个意外 没有没有物质 所有的物质就这两个 那么 颜色 是我自己的实觉 这个 这个物理学 也就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们看到的 这各种各样的颜色 不是 物质的颜色 不是物质它本身的颜色 物质它是没有颜色 那么没有颜色 这些颜色从哪里来呢 就是 就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一个画面 我们一直都把 这个我们自己大脑里面的这个画面 就误以为是外在的东西 外在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 梦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世界 都在我们自己的大脑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内心当中 除了我们的内心和大脑以外 这个外面是没有梦中看到的一切 但是我们每一次做梦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 或者是大脑里面的这个画面 我们以为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世界 然后梦里面的这些痛苦快乐 所有跟他们的真实性 根本就不抵御现实生活 我们一直都把这个内大脑里面的一个东西 就当做真实的东西 然后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平民 挣扎 这样子 然后回来以后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一下子说这个现实生活 也就是这样子 这个有点不能理解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一个一个 这样子分析的时候 我们也不太难发现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 实际上他们都不在外面 在我自己的 用佛教的话来讲 在我的意识当中 用科学的话来讲 在我的大脑 其实这两个是不矛盾 那么我们看到的 都是我们大脑里面的画面 这个颜色 然后呢 这个三维空间的这个 这个星状 星状 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星状 这都是错觉 绝对是错觉 这个我们怎么样证明 这个是错觉呢 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如果我们的这个柔烟 我们的柔烟的这个灵明毒 稍微再高一点 稍微再高一点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张桌子 这栋楼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种错觉 佛教里面就有一句话 有一个名词叫做炫火轮 旋转 旋转的火 彻轮一样 欢欣的火光 比如说我们 电一只像 电一只像 然后不移动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点 稍稍移动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点 在我们的眼前 周动移动 从这里移动到这里 如果这个速度再快 再快快到一定的时候呢 然后它就不是一个点 它就是一个环心的 它就是一个环心的光 它就是环心的光 这个道理 就是有一个电音叫做露西 这个里面讲的特别特别好了 比如说一辆卡车 这么大一个卡车 就是一辆车的速度 在我们的眼前走过去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就一辆车走过去 如果这个速度再快 快到一定的时候呢 然后它不是一辆车 我们根本就分不清楚 它到底是个什么 它就是一条线 它在我们的眼里 就变成了一条线 根本不是一辆车 这一条线 是什么东西构成的 我们根本没办法分析 看不清楚 就是一条线 就像我们 这个湾上 我们抬头一看这个星空 有很多很多的流星 有很多的流星 流星就是从东边到南边 从南边到东边的一条线 实际上它不是一条线 但是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我们的视觉里面 它就是变成了一条线 就是一条线 那么今天我们坐在这个 上面的这个椅子呢 就是这种无数的这种线 这条线条 就构成的一个物体 在我们的眼里 它就是变成了一张桌子 但实际上有没有这样子的桌子 没有这样子的桌子 为什么呢 实际上没有这条线 实际上就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一个物体 但是因为它的速度快了 我们的视觉 我们的这个容颜 这个辨别不出来 在我们的眼里 它变成了一条线 所以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原则的这个周围 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电子 电子都是高速的运动 高速运动了以后 我们看到的 它不是一个高速运动的这个电子 它就看到把它 看成一个点桩的东西 当然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原则 哪怕即使我们看得到 那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在 在转动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点 那么包括纤维镜下面 很多纤维镜下面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点 实际上不是一个点 实际上是一个 很多很多电子在转动 但是呢 我们的眼里 就变成了一个点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这个火 这个一只响 告诉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的眼里 它就是一个一个 环心的这个火光 然后这个再远一点 再立的再远一点的话 或者是这个圆圈 稍微小一点 再远一点 那我们远这个圆的都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红色的电 红色的电 那么每一个圆子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无知是分子构成 分子是圆子构成 那么圆子它本身就是 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错觉 错觉 然后呢 很多的错觉 筹在一起 编成了所谓的这个分子 就编成了更大的 更大的这个错觉 然后这个分子 更大的更多的分子 就筹在一起 就编成了这些物质 那么这个物质呢 在我们的眼里 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呢 它的这个形状 实际上从原子开始 是我们自己的实觉 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张椅子 这张桌子 一定要编成这样子的 椅子和桌子的话 除了它的物质的成分以外 必须要有我们的 实觉的参与 如果我们的实觉 推出来了 不参与了 那么它今天是没有办法 编成一个这样子的桌子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真理 那这样子以后呢 就是这个桌子 之所以是这样子的 这个长方性的 因为是我们的实觉参与了 它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呢 所有所有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很容易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的颜色 都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 然后呢 它的心装远的 仿的 长的 所有也是跟我的实觉有关系 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 到底有没有一个 跟我的主观意识 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客观 存在的东西呢 那这个有没有 现在科学家 也是最头痛的事情 所以这个到底有没有 再这样子分析下去了以后呢 最后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也没有把握 佛教就是说 再这样子分析下去的话 那就是没有的 最后就是 一无所有 那么一无所有 无中生有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是 无中生有呢 不是无中生有 真正的有存在 就在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今生 就像一个投影机一样 这个投影椅 它投影出来的是 这个 画面 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 一直都不知道 这个世界 是我自己投影出来的 我们以为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 实际上 这个世界的 圣灭 任何一个变化 这个程序 就在我这个 阿赖耶识当中 这个程序在 那这个程序 谁变的呢 是不是上帝呢 是不是造无珠呢 是不是鬼是民间讲的鬼神呢 佛教认为都不是 都不是 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淫愿 万事万物都有他自己的淫愿 这个淫愿叫做缘期 缘期 佛教认为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程序 这样子的这个淫愿 他不需要上帝 他也不需要这个鬼和神的这个参与 物质他有自己的淫愿 他根据他自己的淫愿 会这个发展 变化 这样以后呢 我们眼睛看到的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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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两个意外 有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的眼睛 除了新装 除了颜色 还看过什么 没有呢 没有 我们大家都没有 我们看到就这两个 这两个 都是错觉 这两个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 我们能够看到 看到这个颜色 这个我们为什么把这个 看到这些新装呢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有一些原因 给我们的思觉 导致了一些错觉 然后呢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有 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错觉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当作 是外面的世界 有一个东西呢 经常都在提醒我们 透露一些新细 这个是假的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在乎 一直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蒙 蒙在告诉我们 蒙它可以编很多很多 非常奇妙的东西 给我们看 然后把我们 骗 欺骗 那第二天的时候呢 我们一点也没有 在这个上面 再去想更深入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万法 微心造 是这样子的意思 除了这个意外 眼睛看到的意外 我们的这个耳朵 听到的身体的初觉 都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世界 大多数 这个我们的知识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 这个人世 80%都是来自于 我们的实觉 眼睛看到 然后就我们 有更多更多的知识 那么我们的眼睛看到的 实际上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错觉 那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 80%的 我们的这个知识 它就是来自于一个错觉 但是这个错觉呢 我们 现在是它不会贬的 因为这个程序就在 已经编好了 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 你如果没有刻意的去 贬动 这个 去懂这个程序 这个后台的程序的话 它就显得一个非常真实的 所以我们一辈子 都不会发现 它的所有的设计 都是天一无缝 我们永远都不会发现 它的漏洞 这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万发微信造 那这个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了解的话 那我们要去学 波瑞 波瑞波罗蜜多 然后呢 要学这个 龙鼠菩萨的这个中观 这个先我们学 如果这个学到了 体会到了 这样子的话 那就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个力量就非常非常的强大 任何一个问题就用这个方法解决 从根源上就能够解决 不像我们刚才前面这样的那样子 但是这个有一点难 我们首先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觉悟 修心 学习 然后呢 我们有这样子的觉悟的时候 然后我们才能够发现 这个真理 然后这个理论上我们刚才讲 大家也就基本上明白的 不难 理论上不难 但是这个理论呢 它不一定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要修 首先是理论上 明白 然后就大作修心 到一定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理论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生活上 我们生活上的所有的这些 这个坎坷 人生的一切 都用这个方法去面对 这样子以后呢 就很轻松 人就完全可以达到 真正的实际以上的 轻松和自在 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约束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在 佛就是希望每一个众生 都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这也叫做佛教匠的心腹快乐 除了这个以外的这些心腹快乐 佛教也不否定 但是呢 佛教就是认为 其他的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 这个心腹也叫做心腹 也叫做快乐 但是呢 这个里面呢 就参加了太多太多的不心腹 不快乐的因素 所以还没有达到这个这个境界 人的这个智慧 没有提升到这个级别之前 可以有这个心腹 可以有快乐 但是呢 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不心腹的因素 所以就是佛教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去提倡 大家去追求这个心腹 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万法为心腹 虽然是为心腹 但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改变的原因 大概也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 坎博 非常感谢 一个非常全面的介绍 关于万法为心腹 相信这个词汇 我们都听了过很多的真实的含义 今天第一次有了深刻的理解 我们也感谢看部做的精彩作答 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本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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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